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的教練梁子瑞 今天我們來到了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等一下我們即將進行智力測驗 很多人說加入國軍 都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人 不太需要頭腦精幹 但是現在加入國軍可沒這麼簡單喔 如果你的智力測驗沒有通過 可是不能加入的 我們待會要進行的智力測驗呢 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是個人邏輯的部分 個人邏輯就是來考驗你的個人思考能力 待會會進行120題的試題 會在50分鐘內要完成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關於你要有基本的全民國防的這種認知 你在國軍當中才可以幫助大家一起更好 所以待會國軍全民國防的部分 會有50題的試題 那會有25分鐘的考試 如果你們不知道要考什麼 歡迎到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的網站 裡面都有考古題可以參考喔 在開始考試之前 我們家裡先來一段 快溫快達的國軍智力測驗以及全民國防練習賽 那我們待會的類別呢 在智力測驗會有7個類組 我們會在每一個類組當中 選一個題目來作答 那就開始吧 我覺得是智 智 有這個答案嗎 7人騎5騎馬 每人騎同樣路程 赶42公里的路 問平均每人騎馬的路程是多少公里 欸 30公里 嘿嘿 比較強一點 至於進步 好像彈花一線之餘 C 我跟你講我這個類組超強 31框框293245 答案是6 因為它等比放大 369 Yeah 選出正確立體圖 我看一下我覺得 答案應該是 欸 Yeah 我現在命中率5題裡面只錯1題 所以其實 我沒有看過考古題的情況下 我覺得 大家應該是可以接受 不會太困難 有假、語、丙、丁 不無為遊客來自不同國家 以致旅客假會說台語和法語 旅客語會說英語和台語 旅客餅會說日語和台語 旅客兵會說法語和日語 旅客物會說日語和英語 請問那兩個旅客一定要用翻譯 才能溝通 我覺得答案是 豬 Yes 好 那我們就來最後兩題吧 題目在這邊 無情推理 答案是B 我現在7中6喔 7題對6題 豬 不忘本 接下來我們就來練習一下 全民國防的考古題吧 那全民國防屬於在自力車丸裡面的一個加分題 只要你自力車丸通過 你就可以有參加國軍的資格 但全民國防是一個加分題 我們就來看一下考古題的有困不困難吧 我們有四個類組 我們在每個類組選一題 來試著作答看看 國防政策可以反映國家國防體制運作的目的與取向 另一方面還可以透過國防政策的單一化 爭取國人認同 擴大國防政策的效益 錯 因為他那個 應該不是要取得認同什麼單一策略 他應該是要多面向 哈哈 國家安全源自於什麼樣的概念 和平 何者是運用全國的人力物力 財力及其他各種力量 來保證國家安全 誒 全民什麼什麼動員 我記得那個軍訓課 跟當兵的時候都有教 隨行地面作戰 確保戰力完整及作業任務進行 以下何者為主要任務 陸軍 所以我總計下來 我們剛剛第一個大題 支撐7對6 然後第二個大題是全民國防 是4對3 所以其實 總結來看 我每個類組去答一題 其實基本上都可以過關 那我們就來去考試吧 其實我從大學畢以後很久沒有讀書了 但是你也知道 畢竟我考試了 或許我現在只能低空飛過 但都報名了嘛 不然我們 就試試看吧 是不是最低考試要什麼服務呢 我有在線上報考那個自力測驗考試 然後這是我的總考證 好沒問題 好那你也送證件借我一下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是16號 這是我識別證 報考完畢 我們等一下就準備開始考試吧 喔 我考完了 第一場自力測驗也拿到成績單了 但先不要給你們看成績 我剛剛在考試過程中啊 他大概考了八個大項 有重組、數能力、語文、推理、素氣、空間相關 各個項目當中 我只要遇到是數學相關 說真的 不是推理的話 我都覺得很困難 因為他要你計算一些數學 可是對我來講 我已經超久沒有算數了 但如果是推理或關係 這種相關的推理 我覺得對我來講是比較在行的 那時間也沒剩多久 我們要繼續考下一顆 那就來公布一下我們自己的成績吧 我自力測驗的成績就是 123分合格 那我剛剛問了檢測人員 他跟我說總分是145分 所以你只要90分或100分以上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錄取 你就已經是合格的成績了 全民國防的部分 我的成績是44分 那這個成績呢 44分看起來不及格 但其實沒關係 你只要自力測驗有通過 基本上你都可以加入國軍這個行業 全民國防的部分只是一個加分題 那如果你真的要重考 他要在相隔一年之後才可以重考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來參加 國軍人海的招募中心考試的過程啦 其實最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為什麼我要來參加這個考試 原因是因為我身邊很多朋友在畢業後 或許不知道要做些什麼行列 那參加這個考試呢 主要是想跟大家開箱 在這個過程當中 到底會不會因為很困難而考不上 那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有讀一點 好物體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啦 那我們下一集就極方去挑戰 最困難的體能測驗囉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